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12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那个曾经和郭德纲撕破脸的相声演员曹云精离婚了 说实话在如今这个时代 感情上分分合合的问题实在是太寻常不过了 更何况是见惯了灯红酒绿的明星们 新闻发出后 曹云精本人也很快出来回应了此事 称他与妻子唐婉因性格及家庭关系等原因 选择和平协议离婚 曹云精在说明了 他们两人今后会共同抚养女儿之余 还强烈谴责了某些媒体的恶意重伤 然而他的这些控诉并不被群众们买账 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 做人真的不能太曹云精 对师们婚姻都是匆匆一过 先上车再补票补乳期一过就离婚 要不是怀孕估计都不会结婚 对师们对婚姻都一个样没啥惊讶的 他也就这样了 而就在不久之后 曹云精的前妻唐婉也发微博回应此事 自理行间没有过多指责 但看的人颇为心酸 这个女人一定为了这段感情让了许多步 直到最后退无可退 只能以离婚作为了结 一场好聚好散的婚姻 却引起了大众对曹云精的群嘲 渣男这顶帽子究竟是怎样扣在曹云精头上的呢 前段时间曹云精与唐婉参加了综艺节目 我家那小子 本是以夫妻身份去观察单身男明星的生活 可两人透露出来的各种小信息 却毫无夫妻质感 节目中唐婉被问及两人家中的财政大权 他说钱财方面大家都是各管各的 各自经济独立 如今许多年轻人的新婚姻观念 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曹云精的态度 似乎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 两人刚结婚一年 唐婉还在经历怀胎十月 又要辛苦哺乳 可曹云精却觉得自己钱花的冤枉 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有网友说出了真相 他只是觉得钱花在他身上不值得罢了 毕竟只有那些真心爱我们的人 才会凡事不计较 一个连钱都不舍得为你花的男人 能舍得花多少力气去喜欢你呢 6月12日据台湾媒体报道 44岁的林志玲6月6日宣布结婚 在圈内投下超级震撼蛋 据悉他之所以闪电嫁给直交往半年的 放浪兄弟成员Akira 除了已经小孤独处半年 因为母亲吴思美近年泼传身体状况不佳 孝顺的她除了减少工作在家中示母 也希望通过冲洗让吴思美恢复健康 吴思美从2015年就传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前年2月获读者爆料 吴思美的病情一度加剧 更经常出入台大医院神经科 当时据记者到林志玲的哥哥林志鸿 带着她从计程车下车准备返家 吴思美虽然行动力看起来伤可 但是个人却显得苍老体弱 更惊人的是 她的右脸上出现一大片不知名伤痕 似乎验证了病况不佳的消息 早在2013年 林志玲为了给父母有一个好的空气 和能好好运动的居住环境 砸下5000万在文山区牧山 买下巷弄内的建案生洋甜甜 自己也从古亭的豪宅搬至牧山 与父母同住 就是希望能尽照顾吴思美 去年底林志玲出席代言活动时 对于媒体问及妈妈身体的状况 她一改过往否认态度 坦言自己减少工作量 的确是为了照顾妈妈 并面露不舍地说 现在稳定了 没什么是比陪伴最大的礼物 要健康起来 才能守护身旁的所有人和家人 林志玲更透露自己 2018年的年度代表自食定 觉得自己已经到了 必须很淡定 独定坚定地面对所有问题的年龄 再大的事情也要坚强地面对 困难也要很淡定地去处理 言下之意看出 她对妈妈的不舍和担心 以及吴思美的身体确实大不如以前 也就在去年底 吴思美的病况恢复稳定后 林志玲才有了较多心力和时间去谈感情 因此和认识多年的Akira越走越近展开交往 据悉对于结婚 其实林志玲也是考虑再三 虽然很想摆脱演艺圈第一圣女的封号 但对于远家日本和照顾妈妈之间 她也非常难以驱舍 但最后为了完成妈妈想看到她出嫁的心愿 以及传统习俗上的冲喜 让妈妈的身体能借由此事更好 林志玲才决定点头下架 据台湾媒体报道 香港男星林峰被曝求婚成功 她因出演港剧《寻情记》爆红 2018年传出和模特张新月热恋 女方火速和她的家人打成一片 并从低调转去高调 现在传出6月1日已经求婚 预计12月8日40岁当天生日结婚 消息一传出震撼整个娱乐圈 据港媒报道 林峰正在大陆拍摄电影版《寻情记》 日前到张新月老家严惩求婚 有关求婚喜讯曝光 经纪员表示她没有向剧组请假 感情的事则因为向来低调 因此不做回应 她4月和电影剧组人员聚餐 其中一张大合照中 揽着女友入境的动作闪瞎网友 轮番备赞好恩爱哦 林峰现年39岁 本名林慧文 爸爸是厦门地产大亨临华国 家族资产高达20亿港币 凭借着帅气的外形 精湛的演技成为港剧一哥 多次传出会隐退继承家业 但是至今仍活跃在演艺圈 她同时也情史丰富 匪惟女友包括潘双双 李彩华 钟嘉欣和小14岁的女星 吴谦宇交往5年 仍在2018年分手 被视为香港娱乐圈 决顶好男人的她 如今情定张新月 让不少女粉丝心碎 张新月现年29岁 曾获得2010年全国时尚内衣模特大赛亚军 入行担任平面模特多年 身高173公分 拥有魔鬼身材 她2018年被目击现身香港海洋公园 加上林峰 南方父母都在 被猜测是安排相亲 随后传出恋情 还记得一年以前 张婷和她的老公在小船上坐着的照片吗 网友看见后一直都在吐槽 两人从表面上看似一点都不般配 最近又有了升级版 张婷满头乌发 穿着短裤 绣出了细长白嫩的眉腿 而一旁的林瑞阳却满头白发 身上还穿着一身白 本来就已经发福了 穿上白色的衣服更显得胖了 手上还乖巧的拿着篮子 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看起来可不就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吗 这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难怪林瑞阳总会被网友错认为 是张婷的奶奶呢 张婷以往的言论也被扳了出来 她曾经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自曝自己为了怀上孩子 做了九次试管婴儿 三年之中曾经挨了一千多针 做到第八次的时候 真的想要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全身都是针眼 但是老公林瑞阳却对她说 将来有一天她走了的时候 留下张婷自己 她很不放心 这样的话语感动了张婷 她又开始了第九次试管婴儿 终于在第九次做试管婴儿的时候 张婷成功怀上了女儿 生了女儿之后 想不到张婷在没有做任何手术的情况下 又顺利的怀上了一个儿子 所以现在张婷和林瑞阳说 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因为两个孩子来得很不容易 所以张婷和林瑞阳对她们特别的宠爱 不过有些网友并不这么觉得 台湾人说话都比较夸张 而且你看看她现在的状态 哪里像是过度打针的 状态不要太好 甚至还有网友认为 她想当张博之第二 张婷和林瑞阳这对夫妻刚开始在一起时 有很多人都不看好 因为林瑞阳刚与前妻离婚后 就和张婷在一起了 甚至在离婚之前 林瑞阳还被拍到去探班张婷 即使外界风言风语 张婷和林瑞阳结婚这么久以来 一直以恩爱夫妻的样子是人 事业和家庭都经营得非常好 这也是一种本事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